好啊 談談三八八 港交所 什麼位置買入會較為安全呢?Joy來的 400元的位置買 就是說價為安全一定是400元頭的位置買才會較為安全 但是如果你看港交所的股價 橫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跟港股一樣的 典型來說是網滑坑的 村位你去400元股 其實都不會特別安全 相對的比較安全的意思 所以其實港交所短線真的不會炒 短線你不會炒港交所 那你除非想著拿來購買 那你400元可以試一下 但是都不是相對地比較安全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安全的選擇 港股其實短線來說 都應該不會是安全法的 或者環球股市買得股票 都不會是一些安全的狀況 你要安全就只是買現金而已 所以你用安全這個想法來去投資 就輸小檔 記住剛剛我們開市的時候說 現在一個環球股市 或者股票市場 大部分投資者都是鬥輸得少的 所以你不會有安全的 如果你要去搏檔教授 加400元那些位置才適合 好啊 好的 今天 我真的不 economists想想想在上 那就是 有